今天话题来关心 国际咖啡豆价格不断攀升 让国内有不少业者酝酿含涨 主打平价咖啡的连锁品牌 路易莎已经换了新菜单 各类品项分别调涨了 5到20元不等 有网友说看到平常喝的咖啡 价格从双位数涨到三位数 感觉就是不一样 业者也发公告指出 面临成本的调涨 已经尽力在延后涨幅 缩小涨幅了 此外卡玛咖啡也传出 在研绎调整价格 但门市店员说 他们还没有接到消息 连锁咖啡品牌路易莎 主打平价也能喝到好咖啡 但随着国际咖啡豆成本飙涨 业者也撑不住 年都还没过完 就已经换上新菜单 有网友说近期她到路易莎 点了常喝的大杯橘皮拿铁 发现从95元涨到100元 直呼价格从双位数跨到三位数 感觉就是不一样 引发不少人共鸣 其实路易莎上个月底 就已经在脸书公告 精品咖啡及经典意识咖啡系列 调涨5元 绿挂品项和咖啡豆则调涨20元 并强调近期面临原料包材调价 已经延后涨价 缩小涨幅 尽力扛住巨大的成本压力 巨大的品质跟星巴克是不相上下 但是价格上来讲 它也是比星巴克CP值来讲比较高一些些 如果哪一天它长得跟星巴克 一样的价钱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觉得说 可能我会再回去多尝试星巴克的咖啡 100以上做不考虑了 自己怕可能还比较划算一点 因为通常消费来里面 喝其实外面咖啡 100多的也有 所以其实如果路易莎转5元 也没有超过100 其实是还好 不只路易莎 咖玛咖啡也传出在研议调整价格 但门市店员表示还没有接获消息 路易莎掌声响起 其他咖啡品牌也酝酿寒涨 未来想喝杯咖啡恐怕得多花点口口 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